最强体质超级畅销书饮食术作者穆田沙二博士 教你从根源上抗糖、抗炎、抗氧化改造体质饮食术 PART 1 防止氧化的饮食方式 可以在72小时内持续预防传染病 十字花科蔬菜不可或缺 但内含有和感冒药同样的成分可以治疗感冒 富含新的母粒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鲑鱼实际是白色的鱼 让我们摄取鲑鱼的红色防御力 不让身体疲惫 提升每日经历的鸡胸肉 要想吃零食来保护身体 那么就要知道高颗颗含量巧克力的抗氧化性 每天30克坚果就能防止细胞氧化 长寿之人常吃豆 Alpha 油心酸在营养方面性价比高 能重复发挥抗氧化力 红酒解开了为何法国人血管不堵的谜团 反复加热使用的油会成为细胞的毒药 制作彩虹食谱 专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一 Part 2 预防糖化的饮食方法 现在的饮食基本都是糖分过多 糖分摄取不足 一般不会对身体有负面影响 减糖之外也有效地防止糖化的三种方法 比起蔬菜优先 蛋白质优先才是不变老的饮食秘诀 面包配黄油 加点油可以让人年轻 绿茶豆乳可以让人多倍摄取抗糖化能量 不浇的料理能让人保持年轻 一天1.5剩2水保持较低血糖浓度 使人不易老 每天都喝果汁的习惯药博的 强大的抗糖化能量 每天坚持摄入维生素B1 维生素B6 一撮肉桂粉能让肌肉和血管更年轻 饭后的香草茶有助于抗糖化和安眠 专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2 PART 3 预防慢性炎症的饮食方式 要想不容易生病 就早上来一杯咖啡 连同橘白一起吃 抗炎症成分不流失 轻余的脂肪可以预防心肌梗死 阿尔茨海默病等各种疾病 要想预防疾病 不妨吃生姜 吃咔嚓感的甜点容易引发炎症 在咖喱中多放香料 有助脑健康 蘑菇能预防癌症和传染病 饮食方式的烦恼和疑问 最强体质 自 血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生活方式的变化 也意味着以往生活节奏的崩溃 这样的变化会给健康造成影响 比起得病后 学医问药 不如在平日里就做好预防 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我们要想预防各类疾病 就必须注意体内所产生的三种反应 即氧化 糖化 和慢性炎症 它们三个是产生众多疾病的根源 这三者相互联系 但又完全不同 也就是说 针对阴氧化而产生的慢性病 我们不能仅仅控制氧化问题 还应该充分了解这三者的反应 然后对其全面抑制 才能预防疾病的发生 本书将对三者间的反应 如何产生进行说明 然后再介绍具体的应对之策 了解了这三者 大家就掌握了预防疾病的方法 不过必要的应对之策 也会因人而异 比如 如果是最担心传染病的人 就有必要关注氧化 如果有人担心明显可见的外表老化 那么就要特别关注糖化 要是担心糖尿病 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等疾病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好对慢性炎症的预防 换言之 你担心哪方面的问题 就应该重点关注该问题的解决之策 一切预防之策 其实就是每天的饮食方式 饮食方式对于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 同时也是预防疾病方面 最容易控制的事项 因此 让我们按照本书所介绍的方式 来安排饮食吧 从现在开始 拥有一个健康强健的体魄 医学博士 H牧田专科医院院长 牧田山二 最强体质 导 毒 感染 衰老 慢性病 是因为我们身体有恙 一切都有关联 越来越多的人 对自己的健康感到不安 每个人的不安不尽相同 有人对各种传染病感到空前恐惧 有人对健增的色斑 皱纹等衰老问题格外担心 也有人害怕将来会患癌 或者阿尔茨海默病 引起传染病倒化和慢性病的原因 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出现一种情况 其他两方面也会受到影响 风险就像滚雪球一样骤增 最强体质 抑制 三种反应 的饮食方式 选择正确的饮食方式 就能预防一切 引发传染病 老化 慢性病的元凶 是被称为氧化 糖化 和慢性炎症的这三种反应 在日常生活中 每一种反应 都会在我们体内发生 具体来说 氧化会引发传染病 糖化是老化的诱因 而慢性炎症 则是产生慢性病的导火索 不管是哪一种 都是会给身体 带来重大打击的麻烦问题 不过 如果知道这三种反应如何产生 然后对其进行控制 那么传染病 老化 慢性病 就可以得到预防 要说预防 其实十分简单 只要做好 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那就是稍微调整一下 饮食方式 掌握好本书的内容 会让你拥有最强的体魄 最强体质 从需要注意的饮食方式开始 养成最强体魄 首先 从饮食方式开始 来预防你最担心的事 比如 如果你担心得传染病 饮食方面 就得从防止氧化开始 此外 在之后的内容中 还有对氧化程度 糖化程度 慢性炎症程度的检验 我们也推荐 从做更多的检验项目开始 与GT 最强体质 引发传染病的 氧化是什么 身体出现氧化后 免疫力会降低 也就容易得传染病 让我们了解 活性氧的重要性 和氧化的原理 最强体质 引发老化的 糖化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有人说 你最近是不是一下子变老了 那么 这可能是你的身体 发生了糖化反应的证据 了解了糖化的原理后 就让我们重感年轻吧 最强体质 引发疾病的慢性炎症 是什么 慢性炎症 会在不经意间发生 它是很多慢性病的诱因 为了健康长寿 我们有必要知道 慢性炎症为何发生 最强体质 氧化 糖化慢性炎症 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 诱发传染病的氧化 引起衰老的糖化 和招致慢性病的慢性炎症 并非单独产生 麻烦的是 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强体质 产生一种问题 就会引起其他两个问题的 螺旋模型 传染病 衰老 慢性病 可以同时预防 体内发生氧化时 糖化几乎也会同步发生 反之亦然 此外 氧化发生时 就会导致慢性炎症 反之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 产生一种问题 就会引发其他两种反应 属于连锁反应 这确实非常麻烦 但反过来思考 只要预防了其中一个 就预防了其他两个问题 如果预防了三个 防御体系就更强大了 只要我们稍微调整饮食方式 就会有效 对此 我们先从简单的地方开始 通过饮食来预防三种问题 只要稍微调整食物 在饮食方式上下点功夫 三种问题都能预防 STOP 慢性炎症 更多的摄取抗炎症食物 对于身体或这儿 或那儿经常产生的炎症 可以通过食用 富含抗炎物质的食材 就可以抑制慢性炎症 STOP 糖化 控制血糖值 急速上升 不要摄取过多糖味 控制H多的食物 采取使血糖值 缓慢上升的饮食方式 以及控制糖分 和H含量多的食物 是防止糖化的关键 STOP 氧化 摄取更多的 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 让我们食用 防止身体氧化 且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材 并最大限度地 掌握正确的饮食方式 简单 吃什么好呢 请参考证文部分 最强体质 PART 1 防止氧化的饮食方式 如果因压力或紫外线等导致体内的活性氧过量 就会推进氧化的进程 从而使免疫力低下 让病毒和细菌有机可乘 要想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键在于合理地摄取那些可以去除活性氧 抗氧化能力高的食材 STOP 让流感 普通感冒等传染病远离我们 最强体质 可以在72小时内持续预防传染病 十字花科蔬菜不可或缺 强大的抗氧化物质 萝卜流素是身体的位置 要想防止病毒和细菌引发的传染病 就得防止摄入体内的一部分氧所形成的活性氧 不至于过量增加 要想去除体内多余的活性氧 就得靠抗氧化物质 蔬菜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抗氧化物质 其中西兰花 卷心菜 白菜 原菜头 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富含萝卜流素 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质 蔬菜中所含的多数抗氧化物质 可以在几个小时到一天左右 发挥抗氧化作用 而萝卜流素的抗氧化作用 则可以持续三天 防止活性氧危害身体 此外 研究报告显示 萝卜流素还有杀灭幽门螺旋杆菌的作用 幽门螺旋杆菌存在于胃里 据说它是诱发胃癌的危险因子之一 萝卜流素预防胃癌的效果 值得期待 不仅如此 报告还显示 GammyGTP等肝功能检查数值存在异常的人 如果摄取萝卜流素 数值就会趋向正常 西兰花芽 Broccoli Sprout 因萝卜流素含量尤为丰富而备受关注 使用西兰花芽可以高效地摄入萝卜流素 萝卜流素不耐高温 破坏细胞之后就可以得到 因此 建议西兰花菜蘸汁吃或者生吃 而且应该充分咀嚼 十字花科蔬菜很容易购买 建议日常多多食用 总结 十字花科蔬菜可以生吃 也可以蘸汁食用 推荐西兰花系 西兰花的萝卜流素含量特别多 西兰花芽的萝卜流素含量更加丰富 最强体质 蛋类含有和感冒药同样的成分 可以治疗感冒 感冒药中有源自蛋类的成分 蛋类如鸡蛋几乎包含了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物质 是十分优质的食材 这些营养物质以蛋白质为主 包括钙 铁 铁 鑫等矿物质 以及除维生素C以外的所有维生素 此外 蛋类也是一种蕴含丰富能量 并可以预防传染病的食材 其中 蛋氨酸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而维生素A则 能够提高保护人体粘膜的能力 防止病毒入侵 不仅如此 蛋氢中所含的绒菌酶可以溶解并破坏细菌的细胞壁 感冒药中的常见成分 氯化绒菌酶 就是从蛋氢中提取而来 以前 要是有人得了感冒 鸡蛋酒 鸡蛋粥等 往往会成为必备饮食 可见 古人可能已经知道 蛋类具有治疗感冒的作用 蛋类中还富含人体所需的各类氨基酸 而这些氨基酸 对维持健康 具有多重效果 蛋类在加热之后 其中耐热性差的维生素就会遭到破坏 因此 卫生方面安全可靠的蛋建议生吃 卫生安全的生蛋 配入各类饭菜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普通蛋类不但价格便宜 而且几乎波动不大 因而也被称为物价中的优等生 但是 在选择蛋类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以质量为先 但是 有机蛋类 有时单个价格甚至超过100日元 不过一般只要不超过这个价格 就没关系 购买价格贵一点的蛋类 也是相对明智的选择 蛋类中富含强健体魄的营养元素 胆固醇值几乎不受饮食影响 很多人都觉得 蛋类的胆固醇含量高 应该控制食用量 以前 人们认为 血液中的胆固醇值 由饮食决定 所以将胆固醇含量高的蛋类 视为货因 对于那些胆固醇 本来就高的人 医生一般会要求其一天最多 只吃一个鸡蛋 然而 当人们知道 80%的胆固醇 由肝脏产生 而只有20%左右的胆固醇 来自食物之后 就已经意识到 即使控制饮食 也几乎不会影响胆固醇值 如果患有遗传性的胆固醇过高 家族性胆固醇血症 就需要服药控制 此外 最近的研究证明 胆固醇分为 HDL高密度脂蛋白 和LDL低密度脂蛋白两种 其中 LDL是坏胆固醇 它也被认为是引起 心肌梗死和脑梗死的罪魁祸首 其实 LDL本身并无害处 而是由于氧化或者糖化 改变了它的性质 成了上述疾病的元凶 因此 要想预防心肌梗死或脑梗死 与其关注LDL值 不如关注本书提到的氧化和糖化问题 接后 各种新的研究成果 还会不断发表 因此 大家不必拘泥于旧的观念 而应该充分摄取营养价值高的蛋类 强健自己的体魄 总结 一天可以吃二至三个鸡蛋 蛋类是胆固醇的元凶 是误解 黑色幼稚三角形 也就是说 吃饭对胆固醇值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80%的胆固醇由肝脏制造 因此 饮食对胆固醇值的变化几乎没有影响 要避免不必要的饮食控制 最强体质 富含新的母粒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摄入新会帮助提高人体免疫力 贝类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是促进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食材 其中 被誉为海中牛奶的母粒更是营养丰富 而且 母粒中心的含量在食物中绝对领先 而心是一种优质的抗氧化物 此外 母粒中铁 钙和维生素A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B6 维生素C 维生素E的含量 也很丰富 心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它在助力保持人体功能中 不可或缺的酵素生成 促进女性荷尔蒙分泌等方面 是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 不过 据说三个日本人中 就有一个存在心摄入不足的问题 心摄入不足的话 一般会出现味觉障碍或皮肤炎症 不过我的患者 几乎没有上述症状 也就是说 即使有人摄入不足 也不会自我察觉 因此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有意识地摄入贝类等食物 心一般不容易被单独吸收 不过 要是将其和维生素C 柠檬酸一起食用 吸收率就会大大提高 所以说 在生母粒中加入柠檬汁 就是一种合理的吃法 总结 可以将富含新的母粒 和柠檬汁一起食用 心对身体的重要作用 心具有健康美容的作用 在食物中 母粒的心含量十分丰富 最强体质 鲑鱼实际是白色的鱼 让我们摄取鲑鱼的红色防御力 支撑鲑鱼苦难之旅的红色素 其实 鲑鱼原本是白色的 身体呈现出亮丽的红色或粉红色 是由于吃尽相关食物的缘故 才染上了红色 鲑鱼为了寻找产卵地 会逆流而上 这对鲑鱼来说 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其间 由于在浅滩 受到强烈的紫外线照射 鲑鱼体内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 而加剧氧化 身体有可能因此虚弱不堪 为了去除活性氧 鲑鱼身体会产生一种 叫做虾氢素的红色素 虾氢素原本存在于藻类之中 浮游生物吃掉这些藻类 鲑鱼再吃掉这些浮游生物 就会将虾氢素摄入体内 导致身体带上红色 由于虾氢素具有抗氧化力 鲑鱼可以保持长久的耐力 直至游到产暖地 吃鲑鱼 我们也可以获取充足的虾氢素 据说虾氢素的抗氧化力十分强大 是维生素E的1000倍 可以抵御氧化 提高人体抗击传染病的能力 此外 它还是维持眼睛 大脑运作的少数抗氧化物质之一 可以帮助眼睛和大脑 对抗氧化冲击 防止是疲劳和大脑衰老 不仅如此 相关报告还指出 虾氢素还可预防LDL的氧化 从而能够预防动脉硬化和癌症 鲑鱼有很多种类 红色更深的红硅虾氢素含量更高 鲑鱼还富含维生素 E这种可以促进血液流通 和保持年轻的物质 因为其皮下营养更为充足 因此建议连皮食用 总结 吃颜色更红的鲑鱼时 要带皮一起吃 鲑鱼变红是怎么一回事 鲑鱼本身是白色 它从食物中摄取虾氢素之后 身体会变成红色 同时能提升自身的抗氧化能力 最强体质 不让身体疲惫 提升每日经历的鸡胸肉 抗氧化成分 米作二胎可以消除疲劳 美国地制调查局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生活在阿拉斯加的候鸟班尾 乘域一口气 可以飞大约11000公里 而不休息 甚至可以横穿太平洋 到达新西兰等地区越东 为什么班尾乘域 能够飞这么长时间呢 这是因为 这种候鸟的翅膀根部肌肉中 有大量米作二胎 据了解 虽然米作二胎 分为基胎 经基胎 俄基胎等不同种类 但每一种都具有极强的抗氧化力 这些强大的抗氧化物质 可以去除体内产生的多余活性氧 体内的活性氧增加过多 而导致氧化后 不仅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 还会破坏细胞的功能 使人易于疲劳 由于米作二胎的作用 候鸟们才能不知疲倦的长时间飞行 金枪鱼 监鱼等回游鱼类的尾部 也存在大量的米作二胎 回游鱼类 会在浩瀚无际的汪洋大海中不断游动 一旦停止 就会因此溺亡 支撑其令人惊异的持久耐力的东西 就是米作二胎 医学研究证明 人一旦摄取了米作二胎 大脑和身体就会更加灵活 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并且不容易疲劳 此外 由于米作二胎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也能有效预防高血压 动脉硬化等生活习惯类疾病 让我们正确实用 富含米作二胎的食材 将在下一页详细介绍 以此来预防疲劳 减少传染病的入侵 进而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吧 候鸟具有超强耐力的原因 候鸟之所以能够长距离飞行 是因为其肌肉中的米作二胎 可以去除引发疲劳的活性痒 从而使其不容易疲劳 提前摄入米作二胎 可以预防疲劳 要说米作二胎含量丰富 且容易获取的食材 那么非鸡胸肉莫属 鸡胸肉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在肉类当中 维生素A的含量也相当可观 维生素A能够保护皮肤和黏膜 具有预防病毒和细菌入侵的作用 因此要想预防感冒的话 可以食用含有鸡胸肉的温汤 此外 鸡油中富含油酸 常见于橄榄油中 和亚油酸 常见于玉米油和大豆油中 可以畅通血管 减少胆固醇的危害 因此在食用的时候 不要去皮 除了鸡胸肉之外 朱里脊肉 金腔鱼 鲸鱼 鰻鱼中 也富含米作二态 因为米作二态耐热性好 即使加热食用 也不影响其效果 不过 米作二态属于水溶性物质 煮成汤的时候 要连同汤汁一起喝 最近的研究表明 米作二态发挥效果最佳的时段 是食用两周之后 疲劳的时候 食用不会立即见效 因此 在疲劳之前 就应该持续食用 顺便补充一下 我一般会在一周工作 开始前的周末 吃点鰻鱼 总结 在赶到疲劳之前 可以吃些鸡胸肉 从鱼类中摄取吧 最强体质 要想吃零食来保护身体 那么就要知道 高可可含量巧克力的抗氧化性 多酚含量丰富的食品 巧克力的原料 可可豆中 富含大量可可多酚等多酚物质 具有极强的抗氧化力 此外 其中的钙 鑫 铭 铁等矿物质含量也很高 可可多酚对血管也有积极作用 日本的一项研究表明 摄取可可含量高的巧克力后 血压出现明显的降低 据此判断 可可多酚可以扩张血管 改善血液流通 此外 巧克力的苦涩成分 可可碱 也能促进血液流通 并且可以和可可多酚 一起发挥多重效果 从而改善令上班女性十分头疼的水肿 怕冷问题 我们可以在品尝美味的日式甜点的同时 充分地摄入抗氧化成分 或者身体容易缺少的矿物质 因此 我们在吃零食的时候 不妨吃一些巧克力 顺便说一句 我每天都吃巧克力 不过 并非什么样的巧克力都合适 我们一定要选择可可成分 在70%以上的巧克力 当然 尽管巧克力有益身体 但是由于其中含有糖分 因此 不要过多食用 建议每天吃25克 一点一点吃比较好 总结 食用可可含量 高于70%的巧克力 高可可含量巧克力 让自己更强大 最强体质 每天30克坚果 就能防止细胞氧化 坚果可以补充 抗氧化力 极强的维生素E 在维生素家族中 抗氧化力最强的是维生素E 覆盖细胞的细胞膜 由脂肪产生的两重膜组成 这种膜很容易氧化 但具有溶脂性质的维生素E 进入细胞膜中后 就能发挥强大的抗氧化力 从而防止细胞氧化 可以说 维生素E是防止细菌和病毒入侵 所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 坚果之中 还有丰富的维生素E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 每天吃少量坚果的人 比完全不吃坚果的人 死亡率会降低20% 此外 西班牙的一项研究也显示 摄取大量使用橄榄精华油 和坚果的地中海食品 可以减少血管疾病 此外 有关报告也指出 每天吃67克坚果 可以使LDL值降低7.4% 同时也能降低导致肥胖的 中性脂肪量 对于平时不吃坚果的人来说 67克可能觉得有点多 这样的话 可以在刚开始时 每天吃30克 大概20克杏仁 然后慢慢增加 用坚果代替零食吧 坚果不仅吃起来有嚼劲 让人产生满足感 而且还能补充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和矿物质 在选择坚果的时候 需要注意几点 首先 有的坚果盐分过多 所以最好选无盐坚果 其次 坚果发霉时会产生黄蛆酥 黄蛆酥可以诱发癌症 所以一定要小心易发霉的坚果 如果是杏仁 核桃和妖果等混合的坚果食品 长期吃也不会使人厌烦 更加值得推荐 总结 每天吃30克无盐坚果 来代替零食 最强体质 长寿之人常吃豆 大豆一黄桶的抗氧化力 能够支撑健康 生活着大量健康长寿者的特殊地区 叫做蓝色地带 这是因为 对长寿区进行调查的研究者们发现 长寿人群聚集的 意大利撒丁岛的巴尔巴甲地区 从地图上看 就像用蓝色的马克笔 画了一个印记 据意大利研究人员 1999年的调查显示 巴尔巴甲地区 某个村庄2500人中 就有7个人超过百岁 这个比例相当于同时期 日本的30倍左右 近年 其他研究者又发现了一些蓝色地带 通过对这四个地区调查发现 这些地区的人 有着共同的饮食特征 那就是喜欢大量吃豆类 居住在撒丁岛巴尔巴甲地区的人们 几乎每天都会吃小蚕豆 蓝色地带之一的日本冲绳北部人 有吃以豆为原料做成的 倒豆腐的习惯 豆类不仅还有优质的蛋白质和食物纤维 而且还有人类健康不可或缺的其他营养元素 是最为完美的食材之一 其营养元素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豆一黄铜 大豆一黄铜是多酚的一种 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 它可以抑制氧化 增强健康体魄 从而防止病毒和细菌的入侵 其次 它在人体内还有类似于雌激素的作用 女性到了40岁以后 雌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减少 导致骨量的减少 如果充分摄入豆类的话 就会起到强化骨骼的效果 此外 豆类还可以预防LDL的氧化 保持血管健康 而且有报告指出 多吃大豆制品的人 乳腺癌的发病率也会降低 大豆除了防止氧化 还富含防止糖化的维生素B1 保持细胞和大脑年轻的卵磷脂 及促进血液流通顺畅的造小肝等物质 具有超强的抗衰老性 世界长寿之乡的共同特点是吃豆类食品 世界上健康长寿者特别多的地方 通常被称为蓝色地带 四个蓝色地带的共同之处 就是平常洗食豆类 不仅如此 豆类还有防止肥胖的功效 哈佛大学对13万美国人 进行了一项长达24年的调查 研究各类食材与体重的变化关系 统计数据显示 相较于各种蔬菜和水果 经常吃大豆制品的人 在预防肥胖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 大豆一黄酮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确实可以预防身体的各类健康问题 也许正是豆类的这种性质 才使其成为长寿的重要支撑 需要补充的是 日本人虽然也常吃豆腐 纳豆 毛豆等食物 但烹煮豆类食品时 却多喜欢放糖 这种吃法容易导致糖类摄入过量 在导致糖化的同时加速氧化 因此建议做豆类汤 沙拉和拼盘的时候 不要放糖类 而是更多的将其作为普通食材来吃 干豆在泡发的时候可能比较费食 但可水煮豆类种类很多 且容易获得 大家大可好好利用 总结 不要将豆类放糖煮 而应作为普通料理食用 让身体更加强健的豆类饮食关键点 最强体质 Alpha硫心酸在营养方面性价比高 能重复发挥抗氧化力 Alpha硫心酸能使失效的维生素的能量再生 至此 我们已经介绍了若干种包含抗氧化物质的食材 但是这些抗氧化物质 并不能单独地随意发挥作用 生物体内的各种抗氧化物质 形成了网络系统 其中某一种物质一次消耗完后 会有其他抗氧化成分再生 因此 抗氧化物质可以循环发挥作用 其中 再生能力最强的物质就是Alpha硫心酸 Alpha硫心酸不但本身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 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抗氧化物质再生 维生素C和维生素E会在体内与活性氧发生反应 去除活性氧 但在此之后 它们自身也会被氧化 从而失去效用 如果这时 体内有Alpha硫心酸 就能够让维生素C和维生素E复活 并继续发挥抗氧化作用 Alpha硫心酸的特征之一 就是可以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发挥作用 比如 维生素C属于水溶性物质 所以在血液或细胞中有效 而脂溶性的 维生素E则会在由脂肪形成的细胞膜等处运作 去除活性氧 Alpha硫心酸既能溶于水 也能溶于油脂 所以可以进入身体各处 并消灭活性氧 Alpha硫心酸大量存在于菠菜 胡萝卜 花椰菜 土豆等黄绿色蔬菜之中 因此 在平时的饮食当中 要充分摄取这些黄绿色蔬菜 依靠Alpha硫心酸 就能高效地抑制氧化 总结 多吃点菠菜 胡萝卜和土豆 能使使用过的抗氧化成分再生 Alpha硫心酸能使曾经在体内发挥作用 但后来失效的抗氧化成分再生 促使其再次发挥抗氧化作用 实现循环利用 最强体质 红酒解开了为何法国人血管不堵的谜团 充足的多酚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众所周知 饮食中过量摄取动物性脂肪或有吸烟习惯 会增加患上心肌梗死的风险 然而法国人似乎是个例外 法国人是欧美各国中黄油等油类摄取量较多 且吸烟率高的人群 但是其罹患心肌梗死的人却很少 这种现象被称为法师悖论 其中的关键就在法国人喜欢喝的红酒里面 要知道 红酒富含花青醋 白梨卤醇 丹宁 而茶醋等多酚 这些多酚的抗氧化性有不同的健康功效 首先 多酚可以防止动脉硬化 LDL会因活性氧的氧化而沉积在血管之中 从而引起动脉硬化 动脉硬化 简而言之就是血管的老化 血液通道因为形成了血栓而变得狭窄 某一天可能会突发心肌梗死或者脑梗死 适量喝点红酒 在多酚的作用下 LDL不易氧化 从而可防止动脉硬化的发生 这也是法国人心肌梗死 发生比较少的原因 其次 红酒中的90酸和苹果酸可以清理肠道环境 也可以预防大肠癌 此外 相关报告指出 红酒中的成分还可以降低阿尔斯海默病和忧郁症的发生 红酒中含有糖分 烈性红酒含糖量更少 所以建议选择烈一点的适量喝上一两杯即可 总结 每天喝一两杯烈性红酒 适量喝红酒可以守护健康 法国人的实际情况有备于动物脂肪摄入多且吸烟率高 因此因心脏疾病导致的死亡率高这一理论被称为法式悖论 最强体质 反复加热 使用的油会成为细胞的毒药 油在氧化之后 不幸很强的过氧化脂质会增多 油是我们每天不经意间都会摄入的东西 油的种类繁多 摄取不同的油 对我们体内的氧化状态会有极大的不同的影响 脂肪大体上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饱和脂肪酸一般多存在于黄油和肉类之中 肠温下呈固体状 摄入过多的话容易导致血液粘稠 使患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 但由于其容易固化 因此也有不易变质的优点 不饱和脂肪酸多存在于植物油之中 且不易凝固 但是却容易氧化 如果植物油开封时间长 其味道就容易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油在接触空气后发生氧化产生了臭味 油氧化之后会产生过氧化之质 这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那些用过的油 油经过高温加热后容易氧化 如果放置起来还会增加过氧化之质 也就是说 如果油被反复使用的话 毒性很强的过氧化之质就会进入人体 此外 煎炸食物经过长时间放置之后 也会不断氧化 因此 不要次日加热后再吃 即使每次摄入很少 但每天摄取这些氧化后的劣质油 时间长了之后也会氧化覆盖细胞的细胞膜 从而对健康造成影响 因此 我们不要反复使用坚硬的油 开封后的油 在使用之后要尽快盖上盖子 总结油 只能使用一次 反复加热 使用的油毒性很高 油在加热或者放置之后会氧化 从而产生毒性很高的过氧化之质 而过氧化之质 也是动脉硬化和皮肤问题的诱因 了解更多让我们不易得传染病的蔬菜 抗氧化能力强 最强体质 制作彩虹食谱 新鲜的蔬菜不仅看着赏兴月幕 还具有抑制氧化 预防传染病的效果 是抗氧化物质的载体 只要注意颜色 就能摄取植化素 为了防止紫外线和害虫的危害 植物产生了叫做植物生化素 简称植化素的成本 植化素让食物有不同的颜色和味道 植化素多存在于蔬菜 水果和豆类之中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我们吃进还有植化素的食材之后 就相当于摄入了抗氧化成分 植化素的种类很多 其作用和抗氧化以外的健康效果 各有不同 因此我们需要摄入不同种类的植化素 其实均衡摄取植化素的方法非常简单 植化素的作用因颜色而不同 吃一些不同颜色的蔬菜 就能均衡地获取其中的营养 这样的话 我们的饭桌上就应该摆上彩虹食谱 以摄入不同的植化素 红色蔬菜 蕃茄红素的抗氧化性 是维生素E的100倍 抗氧化成分 蕃茄红素辣椒素 黑色柚子三角形保健功效 烫衰老和减肥 在众多植化素中 蕃茄红素的抗氧化作用非常强 是维生素E抗氧化能力的100倍左右 除了预防动脉硬化外 相关报告认为 蕃茄红素还有美肤和抗癌作用 辣椒素可以促进脂肪分解和血液流通 从而改善体寒 黑色柚子三角形正确的摄取方式 和由一起吃 人体对蕃茄红素的吸收率会提升 加热调理也可以 蕃茄红素和辣椒素都耐热 和油放一起 摄取的话 吸收率会提升 蕃茄红素在加工之后 其营养效果也会保留下来 因此蕃茄罐头和蕃茄酱都推荐食用 生吃蕃茄的时候 可以放点橄榄油或者沙拉调料 蕃茄 蕃茄红素充足 可以防止因缺钾导致的腐种 蕃茄被称为不用医生的高营养蔬菜 蕃茄不仅富含蕃茄红素 而且其中充足的甲元素 还可以帮助排除人体中多余的盐粉 红彩胶 富含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除了辣椒素外 还有强抗氧化性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辣椒 促进血液流通 还有减肥作用 富含辣椒素 可以促进脂肪分解 并使血液流畅 从而改善身体含量 而且还含有维生素A 维生素C 维生素E 黄色和橙色蔬菜 强化预防功能 防止病毒入侵 烫氧化成分 β 胡萝卜素液黄素 黑色柚脂三角形保健功效 保护皮肤和黏膜 有效预防染病 β 胡萝卜素会在体内发生变化 生成维生素A 从而保护皮肤和黏膜 有提高人体预防细菌和病毒入侵的功能 此外 β 胡萝卜素还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去除体内的活性氧 预防因此外线导致的皮肤老化 叶黄素 对于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黄斑变化 白内障等眼部疾病 具有预防作用 黑色柚脂三角形正确的摄取方式 和由一起食用 吸收率会更高 胡萝卜素和叶黄素都具有溶与油的性质 因此 和由一起食用 吸收率会更高 如果是做成沙拉的话 可以放上橄榄油或者沙拉调料 胡萝卜 绝对丰富的β胡萝卜素 蔬菜之中 胡萝卜中的β胡萝卜素含量 绝对远超其他蔬果 因其还有破坏维生素C的酵素 所以不宜生吃 可以加热或者加上柠檬 粗一起食用 南瓜 可以摄取三倍抗氧化物质 除了β胡萝卜素之外 抗氧化物质维生素C和维生素E的含量很丰富 上述物质加在一起 抗氧化效果倍增 黄彩胶 维护眼睛健康 保持肌肤年轻 因为黄彩胶富含液黄素 所以具有保护眼睛的作用 此外 黄彩胶中的维生素C和钙含量也很丰富 可以改善皮肤和斑块 具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绿色蔬菜 改善贫血是优质的绿色血液 烫氧化成分 叶绿素 黑色幼质三角形保健功效 造血作用和排毒效果很好 叶绿素是植物中的绿色色素 也是植物光合作用时不可或缺的成分 除了在体内发挥抗氧化作用外 它还被誉为绿色血液 具有提高造血功能 改善贫血的效果 此外 叶绿素还有很好的排毒效果 可以吸收并排出二 因合有害矿物质 黑色幼质三角形正确的摄取方式 可以切碎或者稍微加热 以破坏其细胞壁 切碎和加热都会破坏其细胞壁 使其更易被人体吸收 只不过 加热时间太长的话容易变质 因此只要稍微用火加热即可 青椒 富含维生素C 美激效果好 一个青椒的维生素C含量 就等于一个柠檬的维生素C含量 而且青椒中β 胡萝卜素的含量也很丰富 此外 还还有强化毛细血管的维生素P 菠菜 富含造血成分 富含有造血功能的液酸 β 胡萝卜素和铁 因为菠菜中的草酸含量高 所以要稍微焯水之后再吃 绿花椰菜 具有若干种抗氧化成分 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E和萝卜硫素 抗氧化力极强 而且 萝卜硫素 还有预防癌症的作用 紫色蔬菜 对眼睛健康有很好的作用 抗氧化成分 茄色干等花青素 黑色幼稚三角形保健功效 可以缓解是疲劳 提高视力 花青素是植物中所含的青紫色色素成分 茄色中富含的茄色干就是其中一种 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 除了预防生活习惯类疾病外 还可以促进支撑视神经运动的是紫红质 这种色素的合成 因而具有缓解是疲劳和提高视力的作用 黑色幼稚三角形正确的摄取方式 属于水溶性物质 所以建议加热时不要煮而要蒸 茄色干等花青素多存在于蔬果外皮及其附近 所以建议吃的时候不要去皮 因为花青素具有水溶性 所以去色味时不宜入水时间太长 此外水煮的话 花青素容易融散于水中 建议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食用 茄子 茄色干含量丰富具有减肥效果 虽然茄子中几乎不含维生素 但是茄色干含量十分丰富 还含有抑制脂肪的绿原酸 紫甘蓝 可以补充人体容易摄入不足的锡含量 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丰富 紫甘蓝中维生素C 钙 新的含量是卷心菜的1.5倍 紫洋葱 锡饼基硫化物会使血液更流畅 除了花青素之外紫洋葱中还有丰富的锡饼基硫化物 可以使血液流通顺畅 其加热之后容易褪色建议生吃 白色蔬菜 辛辣味和香味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抗氧化成分 一流情酸盐蒜素 黑色幼稚三角形保健功效 具有优异的杀菌作用也有助于恢复疲劳 一流情酸盐是十字花科蔬菜中所含的辛辣成分 大蒜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 有研究显示对预防癌症有一定效果 蒜素是大蒜和洋葱等植物中的香味成分 除了可以促进血液流通外 还有强大的抗氧化性和杀菌作用 并且可以充分吸收维生素B 一 从而有助于消除疲劳 黑色幼稚三角形正确的摄取方式 加热之后成分容易变化 建议生吃 作为辛辣成分的一流情酸盐不太耐热 因此建议做成沙拉或者萝卜泥等食用 如果想要发挥大蒜中蒜素的作用 那么建议最好将其切碎或捣碎生吃 萝卜 帮助消化促进胃肠健康 萝卜液跟附近有助消化的淀粉酶 头部的一流情酸盐含量高 白菜 抗氧化能力强大的十字花科蔬菜 白菜是一种备受关注 且含有抗氧化成分萝卜硫素的十字花科蔬菜 其中的一流情酸盐和维生素C含量也很多 大蒜 加热之后可以产生预防癌症的成分 生酸之中富含杀菌作用很强的酸素 大蒜加热之后会产生一种具有抗癌作用的物质 阿胶锡 氧化片最强体格问答 提升预防传染病能力的食物处理方式是哪种 要想养成预防传染病的强健体魄 关键是要更多的摄取食物中的抗氧化成分 那么高效摄取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处理方式你是否知道呢 问如果有马上就能使用的蔬菜 一将蔬菜切好放入冰箱储存 二购买冷冻蔬菜和干燥蔬菜分别储存 答二生鲜蔬菜保存不当 抗氧化性也会降低 冷冻或者干燥蔬菜可以抑制氧化 至此我们讲述了人体的氧化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食材也会因为氧化而变质 蔬菜一旦被切开就会从切口处开始氧化 其抗氧化性就会降低 即使放进冷藏室也不能阻止其氧化和腐败 而冷冻式一般都设定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 这样导致腐败或者食物中毒的微生物或者酵素就无法活动 所以食品就能长期保存 市场上的冷冻蔬菜为了将氧化控制到最小程度 需要大量的制作程序 收获的应激蔬菜经过迅速处理然后冷冻 包装时尽量不会入空气 而且要进行合理的温度管理 这样在制作流通过程中 蔬菜几乎不会发生氧化 营养价值和刚刚收获时基本没有差异 经过冷冻干燥处理的蔬菜 会在冷冻之后减压除水 因此在开封之前几乎不会氧化 不过冷冻蔬菜在家庭保存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温度管理 不管什么蔬菜 开封使用后要再密封好 防止其接触空气 问以下哪种方法有利于食材的保存 一腌制多腌制之后覆盖食材 二食材清晰可见没有腌制 达一汁液可以防止氧化 氧化会从接触空气的地方开始 在你忙碌或者没时间的时候 常备菜就显得十分重要 有很多人都会在冰箱里放置各种常备菜 不过保存的时候却会出现疏漏 那就是食材特别容易被氧化 一旦接触空气 食材就开始从接触空气的地方氧化 其抗氧化性就会降低 因此保存的时候要尽可能减少 其接触空气的面积 那么我们不妨将其腌制在充足的汁 或者汤中保存 这样一来汤汁就会覆盖食材 使其不会接触空气 从而将其氧化度控制到最小 如果要做蛋味炖菜 那么就可以将食材放在充足的汤汁中保存 这样可以减少与空气的接触 如果要做油炸食品 可以加速腌制 这样可以避免氧化 沙拉很容易氧化 所以做好之后要马上食用 炒的东西也很容易氧化 不宜保存 做好之后 当天就将其吃完为好 最强体质 专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一 充分咀嚼 充分咀嚼的效果 一、咀嚼会破坏食物细胞壁 能更好的 获取营养 二、咀嚼过程中可以充分分泌唾液 而唾液的酵素可以 防止氧化 三次级饱腹中枢 控制食物太多 从而 预防肥胖 咀嚼之后才能获取食物中的营养成分 唾液的抗氧化作用才会充分的发挥 蔬菜等植物的营养成分存在于坚硬的细胞壁之中 只有充分咀嚼之后才能破坏细胞壁 提高营养吸收率 唾液中的过氧化物酶 这种酵素具有去除活性氧的强大作用 咀嚼越充分越能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 此外 咀嚼还可以刺激饱腹中枢 预防饮食过量 最强体质 part 2 预防糖化的饮食方法 糖化是外表明显可见的老化 要想防止糖化 不仅要防止糖分 A质等物质摄入过多 而且还要多吃一些 可以抑制糖化的高抗糖化性的食材 让我们掌握从体内 开始年轻的饮食方法 stop 远离斑点 皱纹 白发 秃头等 肉眼可见的衰老 最强体质 一日三餐已经out了 最强体质 现在的饮食基本都是 糖分过多 要想防止糖化 首先不能摄入过多糖分 即便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现在的饮食基本都是糖分过多这一事实 糖分过多的食品哪里都能买到 现在的饮食 一日三次主食 已是人们习以为常的 不过 日本人开始充足的摄入米饭和白糖 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20年左右开始的 至今不过55年 由于原本珍贵的食品 可以便宜 大量生产 因此 除了主食之外 我们可以便宜 且轻松地买到甜点 清凉饮料等富含糖分的食品 结果是 我们现在的糖分摄入 已经超标 两顿饭间隔不合理很可能存在糖分依赖 我们的大脑存在一种机制 它在摄入糖分后会感到幸福 但是 这种机制也存在危险性 当身体不需要糖分时 大脑为了获取快乐 还想摄入糖分 由于这样的原因 很多人由于两顿饭间隔不合理而影响身体 当我们喝下甜味清凉饮料等含糖量高的东西后 血糖值会急速上升 大脑处于兴奋状态 血糖值急速上升后 又会急速下降 因此出现低血糖的时候 会出现头疼或者困倦等问题 此外 还会引发情绪低落 而当我们无法忍受的时候 就会继续摄取糖分 导致血糖值再次急剧上升 这种恶性循环 就是糖分依赖 人们竟然不了解的事实 最强体质 糖分摄取不足 一般不会对 身体有负面影响 很多人认为应该充分摄取糖分 实际上不充分也没关系 有了控制的意识 才能有合理的摄入量 相比摄入不足 糖分摄入过多会产生大问题 有人误认为 糖分多的东西就等于甜的东西 其实并不甜的主食 鼠类等都还有大量糖分 糖分 蛋白质和脂肪是三大营养物质 缺少一种人类就无法生存 当今日本人中有人蛋白质和脂肪摄入不足 但是几乎没有人糖分摄入不足 相反 由于糖分摄入过多 而导致生活习惯病的人大量存在 因此控制好糖分摄入 才是正确之举 不要相信有关糖分的谣言 有时候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满天飞 接下来我们要验证一下有关糖分的错误传言 帮你树立正确的知识观 总结 总而言之 不要有意识地去摄入糖分 选择能做的事就好 最强体质 减糖之外也有效的 防止糖化的三种方法 仅仅减糖未免太难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其他控制糖化的方法 学会这三种方法 阻断其中某个过程就可以了 H不蓄积就不会引起老化问题 预防糖化的方法不仅仅是减糖 我建议在实践过程中 适当采用多种方法 并进行挑选或组合 糖化而引起的老化过程大体上 可以分为吃引起糖化 形成H这种物质 H在体内蓄积老化 只要阻断其中某个过程 就可以阻止糖化 如果从吃这一阶段来控制的话 那么就不要选择糖分多的食物 或者经过糖化 能形成太多H的食品 比如煎炸焦了的东西 H含量就很多 吃完之后要防止糖化 可以在摄入糖分的同时 吃入脂肪和蛋白质 或者在吃饭时 采取防止血糖值 快速上升的饮食方式 此外建议同时吃 一些具有抗氧化成分的 防止糖化食品 具体方法 可以参见本书第48至55页 从今天开始实践起来 简单 具体的方法 参见本书第48至55页 阻止老化过程的三种方法 最强体质 比起蔬菜优先 蛋白质优先 才是不变老的饮食秘诀 最能抑制血糖值 上升的是蛋白质 要想抑制糖化 就得将吃尽的东西 尽可能慢慢消化 吸收 这样血糖值 才能缓慢上升 这一点十分关键 即便是同样的食材 吃的先后顺序不同 血糖值的上升快慢 也会大有不同 如果是减肥的话 很多情况下 都会被建议采用最先吃蔬菜 这种蔬菜优先的饮食方式 诚然 这么做比起先摄入糖分 会更容易控制血糖值上升 但还有更为有效的饮食方式 有一项研究 对蛋白质 脂肪 食物纤维之中 哪一个和糖分一起摄取 更能抑制血糖值上升 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 最能抑制血糖值上升的是蛋白质 这是因为摄取蛋白质后 会刺激肠醋胰岛素的分泌 而这种激素能降低血糖值 因此 建议吃饭的时候 最先吃可以控制血糖值上升的蛋白质 在吃饭时 应先吃肉 鱼 蛋 大豆制品等菜品 然后吃蔬菜 最后再吃主食 这样的话 就能控制血糖值的快速上升 如果是饭团的话 可能无法按上述顺序许进行 但是应该避开咸饭团 还应避免食用吃豆大米饭等没有馅的食物 而应该吃一些 有肉 鱼等蛋白质的代馅食物 只要将蛋白质和糖分一起食用 就能起到抑制血糖值上升的效果 如果是鸡肉鸡蛋盖饭 牛肉盖胶饭等盖饭 可以少放点米饭 多在上面放点肉 或者洋葱等馅料比较好 总结 吃饭的时候 可以先从蛋白质开始 吃饭顺序可以抑制血糖值的上升 刚开始先吃一些蛋白质含量多的菜品 血糖值就不容易上升 从而能够起到抑制糖化的作用 最强体质 面包配黄油 加点油可以让人年轻 单独摄入糖分 会使血糖值急速上升 脂肪多的食物热量多 因此容易使人发胖 带有这种思想的人 可能不在少数吧 很多人都坚信相较于热量消耗 减少热量的摄取 才能瘦下来这种热量神话 也有人知道肥胖患者要限制热量 对于常年被这种热量神话支配的人来说 即使你告诉他们摄取脂肪也能减肥 他们也不会马上相信 请看第51页图表 该图展示了仅仅吃面包和面包加黄油一起吃之后 血糖值的变化情况 实验证明 如果单吃面包 血糖值会在短时间内急速升高 与之相比 如果同时摄取黄油这种脂肪 血糖值反而会上升的比较缓慢 面包加黄油比光吃面包好 而橄榄油比黄油更好 如前所述 相较于只吃糖类 将糖类和脂肪一起食用 血糖值就不易上升 血糖值不易上升 就无需分泌大量胰岛素 因此也就不易变胖 不仅如此 糖化过程还会因此变慢 从而达到抑制老化的作用 所以 今后不用克制 可以多给面包图一点黄油 而人造黄油中 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含量高 所以建议使用动物黄油 此外 类汁中的橄榄油 在抑制血糖值上升方面的作用很大 补充一句 如果是想抑制血糖值上升的人 那么不妨使用橄榄油 只吃面包 会促进血糖值快速上升 单独吃面包 会促进饭后血糖值急剧上升 如果面包和脂肪一起食用 可以缓解血糖值上升 饮食中的配菜可以缓解血糖值上升 如果要吃不涂任何东西的面包 那么选择羊角面包之类就比较好 虽然这种面包的热量比一般食用面包高 但原材料中有充足的黄油 所以吃了之后没有一般面包那么升糖快 米饭和面食也一样 青汤面等没有配菜的食物 会使血糖值急剧上升 如果放入含有脂肪 蛋白质的食材 反而不容易发胖 因此建议选择带肉的面 对于喜欢狼吞虎咽吃米饭的人 给米饭中配上生蛋或者纳豆的话 就能抑制血糖值上升 造成肥胖的其实并不一定是高脂饮食 然而摄入过多的糖分 却几乎都会被人体吸收 也许因为葡萄糖是维持生命的 不可或缺的物质吧 所以人体才形成了这样的机制 脂肪会变成细胞膜或者激素等材料 在体内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与其担心热量而避免脂肪的摄入 不如食用质量优良的油 这与抑制老化息息相关 总结 要给主食搭配脂肪或者蛋白质后 一起食用 主食配上脂肪蛋白质 面包米饭乌冬面等主食配上脂肪蛋白质多的食材 可以减缓血糖值上升 最强体质 绿茶豆乳可以让人多倍摄取抗糖化能量 高效组合能够强力抗糖化 茶中的儿茶素具有强大的抗糖化作用 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 时任北路大学教授的竹内正义做了一项实验 该实验证明儿茶素和具有明显抗糖化作用的维生素B 1.维生素B 6.组合后就能强力抵抗H 竹内教授准备了三份构成H原料的蛋白质和糖分的混合物 接着分别给里面加入儿茶素维生素B 1.维生素B 6.然后将混合物放置在37摄氏度的容器中3到6周 最后检查它们对H的阻止效果 结果显示儿茶素和维生素B 6.的阻止率在90%以上维生素B 1.的阻止率在70%以上 鉴于上述实验结果 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抗H食品就是绿茶豆乳 在豆乳中加入绿茶粉末制成简单的饮品 就能将绿茶中的营养物质以粉末的形式全面摄取 进而吸收到更多的儿茶素 此外 豆乳中含有维生素B 1.和维生素B 6.这样三种营养物质都能简单获取 绿茶豆乳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准备好绿茶茶叶将其放入锅中倒成粉末 如果觉得这个过程麻烦的话 可以在市场上直接购买粉末状绿茶就好 然后将其拌入豆乳中充分搅匀即可 建议200毫升的豆乳中放入一大勺绿茶粉末就好 一天可以喝两杯 夏天做成凉的 冬天做成热的 慢慢享用 总结 在豆乳中放入绿茶粉末 每天喝两杯 绿茶加豆乳就能预防edge生成 将抗糖性强的绿茶和豆乳混合 制成饮品 如果再加一大勺黄豆粉也可以 最强体质 不浇的料理能让人保持年轻 煎炸一下就能产生大量edge 众所周知 即便是同样的食材 也会因为不同的烹调方法 而产生不同含量的edge 最危险的就是高温烹调 煎制食物的油温大约是180度 如果放在烤箱里烤 则能达到300度 像这样高温烹调 edge量会急剧增加 实际上 食材中含的edge量 会因烹调方式 而出现或多或少的变化 一项以肌肉为例的研究显示 90克生肌肉无皮中的edge含量为692KU 一 煮一个小时后变成1011KU 烧制15分钟后变成5245KU 煎炸8分钟后变成6651KU 可见煎炸后肌肉的edge含量一下 穿升到生肌肉的近10倍 90克生三文鱼的edge含量是502KU 但煎炸10分钟后就变成1348KU 增长为之前的2.6倍以上 土豆煮25分钟后 edge含量是17KU 但是自制的炸土豆的edge含量 却是694KU 是前者的40倍以上 快餐店里颇有人气的炸土豆 在煎炸时比家里的油温更高 edge会升为152KU 其edge含量是煮土豆的近90倍 要想食材的edge含量不增加 那么建议尽量生吃 或者接近生食状态 特别是鱼、背、蔬菜等可以生吃的食材 最好不要加热而直接食用 不加热不行的食材 建议煮、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食用 加热时间越长 edge就会越多 所以稍微加热即可 越是高温通调 edge越高 通调时温度越高 食物的edge量就会越多 这时煮、蒸或者低温加热最好 在微波炉中加热 edge也较难增加 1. 柱、ku等于千单位 kilo unit 加点醋或柠檬汁就能使edge减半 高温通调后的煎炸食物 或者烧烤食物中的edge含量很高 因此最好避免高温的通调方法 不过如果将某些食材加入其中 就能将edge含量减少一半 比如相较于将生肉直接放在烤架上烧烤 先给肉上放点醋或柠檬再烧烤 其edge的增量就会减少到原来的一半 鱼也一样 煎炸之后edge会变得相当高 但是放入烟泡汁做成南蛮字 就能起到抑制edge的效果 从edge的含量来看 鱼类生吃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要烧制或者煎炸的话 只要在烹饪前放入醋或者柠檬汁 edge增量就会大大降低 中华料理店的桌子上经常放有醋瓶 这样对于喜欢做煎炸食物 或炒制食物的中华料理来说 可谓完美搭配 有证据表明 醋不仅可以降低edge含量 其中的成分还具有降血糖和降血压的作用 对关注生活习惯病的人来说 醋蒸可谓是最好的调料 此外 醋还可以促进体内的糖代谢 并富含有助于减轻疲劳的醋酸 烹调时用醋自不必说 饭桌上也应放上醋瓶 平时要多多食用 总结 低温快速加热饭菜 充分利用醋和柠檬汁 在煎炸焦热的料理上 淋点醋或柠檬 最强体质 一天1.5升 2.水 保持较低血糖浓度 使人不易老 常饮优质水 可以减轻肾脏负担 喝水能使血液中的糖浓度降低 从而相应地降低血糖值 因此要想抑制血糖值 就应该多喝一些水 糖尿病患者很容易口渴 并想喝水 这是身体出于抑制上升的 血糖值的自然需求 调节体内水分含量的部位 是肾脏 肾脏有个阀门叫肾小球 可以过滤出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当体内水分不足时 肾小球容易堵塞 会为肾脏带来负担 为了保障肾脏健康 就得充分喝水 不过 如果一次性喝入大量的水分 也会引起水中毒 破坏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从而引起头痛 呕吐 严重时甚至引发意识障碍 因此需要注意 良好的饮水方式 就是在口渴之前 喝入优质的水 多喝水是必要的 甚至可以喝二升 三升 多喝水 甚至还会减轻正常人的肾脏的负担 是一种不错的做法 如果患有肾病 请遵照 医嘱喝水 也可以通过茶 或者无糖咖啡 来获取水分 但会涉及而茶素 和咖啡因涉入过多的问题 因此 人体每日所需一半以上水量 还需要用普通水来补给 当然 喝含糖量高的清凉饮料 对身体是不好的 在睡觉之前 最好喝一杯以上的水 这样可以预防夜间 容易形成的血栓 总结 每天都要轻轻松松地 喝1.5升水 喝水会降低血糖值 水分激入体内后 血液浓度会相应降低 血液中的糖浓度也会降低 这样一来 就能抑制糖化 二 原文为三升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版 修改为1.5升 最强体质 每天都喝果汁的习惯 药剥的 果汁是能加速糖化的饮料 新鲜水果榨的果汁能够提神 很多人为了美容和健康 养成了早上喝果汁的习惯 适量摄取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都很丰富的水果 确实对美容和健康有益 但是特意将水果榨成果汁来饮用 我非常不建议 这是因为早上空腹状态下喝果汁 会导致大量糖分一下子进入空荡荡的胃里 然后被迅速消化 从而引发血糖值快速上升 一般认为水果中含的果糖 再将蛋白质糖化 并产生H方面的能力 是葡萄糖的好几倍 提神的果汁 其实是加速糖化的饮品 家里做提神果汁的话 以橙汁为例 大概需要橙子5-6个 如果是直接吃橙子 期间还需要咀嚼 所以吃一个基本上就饱了 但是喝果汁的话 就相当于吃掉了好几倍 而且还丢弃了非常珍贵的膳食纤维 市场上卖的果汁中 有纯果汁和浓缩还原果汁 但是在快速加剧血糖值 上升方面几乎并无二致 此外 对市场上卖的蔬菜汁也需要注意 为了让人喝起来舒服 其中加入了大量水果或者糖分 总而言之 水果变成液体之后 很容易让人摄取过量的糖分 加速人体糖化 所以吃水果的时候 直接少量食用最好 总结 早上水果要直接吃 少量吃 不要喝果汁 空腹喝果汁会使血糖值暴涨 早上空腹时 血糖值处于低位状态 这时 一旦有糖分以液体的形式进入 血糖值就会迅速上升 从而加速糖化 最强体质 强大的抗糖化能量 每天坚持摄入维生素B 一 维生素B 六 这两种维生素可以抑制H的产生 现在全世界都在研发 因H而使体内产生糖化的防护药品 其实维生素家族中 本身就有十分优质的抗糖化成员 那就是维生素B 一 和维生素B 六 有报告指出 持续摄取比厚生劳动省推荐量更多的维生素B 一 和维生素B 六 皮肤和血液中的H值都会降低 维生素B 一 具有帮助代谢糖分和脂肪的作用 而且还能抑制体内的糖化 从而阻止H的产生 维生素B 一 多存在于猪肉 大豆食品 芝麻等食物之中 大蒜 韭菜中所含的蒜素 可以使维生素B 一 的作用时间更长 因此与大蒜一起摄入的话 维生素B 一 就能在体内运作更长时间 维生素B 六 比维生素B 一 的抗H作用更强 因此作为糖尿病和病症的治疗药 而备受期待 维生素B 六 可由肠内细菌合成 所以一般来说 很少会出现不足的情况 但是由于抗生素的使用等原因 会使肠道环境恶化 从而容易导致维生素B 六 不足 让我们每天都持续摄入 富含维生素B 六 的金枪鱼 鲸鱼 秋刀鱼 黄麻 及红彩胶等肉类和蔬菜 多余的维生素B足 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所以我们需要每天都从不同的食品中持续摄取它们 总结 每天摄取维生素B 一 和维生素B 六 抗糖化作用超强 维生素B足中 抗糖化作用最强的是维生素B 一 和维生素B 六 它们也有促进糖分代谢的作用 最强体质 一撮肉桂粉能让肌肉和血管更年轻 有助于降低血糖值 修复血管 肉桂是张树科中长绿树肉桂的树皮做成的香料 经常被用于点心和面包的材料 我们一般见到的是粉末状的肉桂 但肉桂也经常被包成薄薄的条棒状 贴入红茶之中 肉桂的魅力 不仅仅由于它有着独特的香味 而且还含有抑制肌肤 头发和血管老化的成分 肉桂的营养成分之一 就是圆花色素 圆花色素是一种多酚 其降低血糖值的作用 已经得到确认 肉桂还有修复毛细血管的作用 毛细血管可以为身体各个部位输送营养 上个年纪或者压力大时 它会变得脆弱 甚至可能失去作用 这样一来 就容易产生明显的皱纹 斑点 白发 或者秃头 给人带来衰老的印象 血管状态改善后 肌肤和头发的状态也会得到改善 此外 肉桂的某些成分 还有抗氧化和杀菌的作用 有益于人体健康 肉桂是饮食中推荐放入的香料 经常被用来制作甜点和饮品 但不建议食用糖分太多的点心 或者面包 肉桂可以作为调料 也可以用于增加咖啡或者红茶的香味 来少量食用 肉桂含有香豆素成分 过量摄入可能会损害肝功能 所以在德国会被呼吁注意食用 据东京的实际调查显示 通常饮食中作为调料食用的话 就无需担心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控制过量摄取 总结 肉桂可以作为料理或者饮品的香料使用 最强体质 饭后的香草茶 有助于抗糖化和安眠 大部分香草都有很好的抗糖化作用 我们饮食生活中经常碰到香草 如香草茶等 关于香草 此前就有大量研究 一般认为 大部分香草都比较好 而且几乎都有预防糖化的成分 因此 为了防止老化 我们可以通过将香草放入料理 或泡入茶中等方式 带到饮食生活之中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香草 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就好 人体是一个十分精巧的存在 会在需要的时候 对必要的东西自然而然地感到很香 不仅仅是对香草 因此 如果想吃罗乐叶 那么选择罗乐叶就好 如果是喜欢香菜的人 那么选择香菜就好 如果不喜欢香草 也就没有必要逼自己吃 如今 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买到香草 所以必要时 只要选择自己想吃 或者想喝的香草就可以 此外 据说迷迭香 柑橘 薰衣草等 不仅具有抗糖化成分 而且还含有镇静效果的成分 有助于人进入安眠 为了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建议大家 可以在晚饭后 喝点这些香草 做成的香草茶 来解解压 注意 有些香草怀孕期间 不能摄入过多 因此 需要咨询医生后再用 总结 将喜欢的香草 放入料理或者茶中 充分食用 糖化片 最强体格问答 哪种饭后运动能防止衰老 饭后立即活动 糖分就能被消耗掉 从而达到抑制血糖值上升的目的 那么高效降低血糖值的运动 是以下哪种呢 问如果是饭后爬楼梯的话 一上楼梯 二下楼梯 达二下台阶可以轻松拉筋 下台阶可以轻松拉筋 上台阶确实很辛苦 不仅需要调动肌肉 而且会让人气喘吁吁 给心脏带来巨大负担 与之相比 下台阶的动作对心脏 肺部的负担较少 让人感觉舒服 实际上 作为拉筋训练 下楼梯的效果非常好 有一项试验 对上台阶和下台阶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下台阶 其实更容易引起肌肉酸痛 肌肉分为快肌和慢肌两种 下台阶时 缓解落地冲击 是由快肌发挥作用 使用快肌 会比使用慢肌 消耗更多糖分 饭后下台阶 可以强力地抑制血糖值上升 此外 锻炼快肌 还可以使身体更容易消耗糖分 不仅如此 报告还指出 下台阶运动能够提高骨密度 从而使肌肉和骨骼 都得到强化 不过 这种运动容易让膝盖和脚踝疼痛 如果你缺少信心 或者比较小心的话 可以减缓下台阶的速度 一步一步慢慢往下走 问 如果饭后做有氧运动 或者拉筋运动的话 一饭后走20分钟 二饭后下蹲10次 达二增加肌肉 可以抑制糖化 增加肌肉 可以抑制糖化 饭后 可以趁着血糖值还没上升太多 就运动运动 不管什么运动 都可以抑制血糖值的上升 不过考虑到效率问题 相比于散步这种有氧运动 建议大家试试拉筋 做一做拉筋等无氧运动 可以大量消耗糖分 所以在饭后马上拉筋 就能预防中性脂肪的增加 肌肉中有种类似容器一样 用来储藏糖的东西 肌肉减少 这种容器随之变小 从而使糖充斥于血液中 致使血糖值上升 不过 通过肌肉拉伸来增加肌肉量 就可以让更多的糖存入肌肉之中 这样一来 血糖值就会下降 从而起到抑制A值的效果 我们推荐的肌肉拉伸运动是下蹲 比如是 活动大块肌肉集中的下半身 运动效率会更高 可以慢慢地用12秒下腰 然后再用12秒提腰 做10回和散步20分钟的效果一样 放下筷子之后 马上就开始 最强体质 专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二 认真刷牙 认真刷牙的效果 一预防由牙疑炎症引发的 牙周病 二预防因牙周病的炎症物质引发的 心脏病 糖尿病和老年阿尔斯海默病等疾病 牙周病产生的炎症会对全身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牙周炎是牙周组织的慢性炎症 其炎症物质可以影响全身 可能引发心脏病 糖尿病 阿尔斯海默病等疾病 认真刷牙不仅可以预防牙周病的蔓延 还有助于预防其他疾病 最强体质 PART 3 预防慢性炎症的饮食方式 虽然感觉不到症状 体内处处产生的慢性炎症 却可以成为引发生活习惯病 癌症等各类疾病的诱因 本章 我们将介绍防止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 其实 摄入有抗炎症作用成分的食物 才是关键 STOP 预防癌症 动脉硬化 阿尔斯海默病等慢性疾病 最强体质 要想不容易生病 就早上来一杯咖啡 早上摄入具有抗炎症成分的食物 就能降低一天的炎症风险 要想预防动脉硬化 阿尔斯海默病等疾病 就必须抑制体内产生的慢性炎症 作为支撑这一效用的食品 而备受关注的就是咖啡 日本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 对大约56000人进行了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 与几乎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每天喝三至四杯咖啡的人 男性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降低了17% 女性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降低了38% 此外 美国某大学 通过对50万男女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与完全不喝咖啡的人相比 一天喝二至三杯和四至五杯咖啡的人 其死亡率分别降低8%和12% 咖啡中还有氯原酸这种多分物质 具有很强的抗炎作用 而抗炎作用 与降低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 有着密切关系 喝咖啡的时间 我建议在早上 白天我们活动的时候 身体会因各种原因容易产生炎症 要想预防这种情况 那么最好 在早上提前摄取抑制炎症的物质 忙碌的早晨 可以轻易获取的咖啡 就成了最佳选择 不过 不建议选用含糖量过高的停咖啡 因为 这类咖啡的A质含量 大约是速溶咖啡和普通咖啡的三倍 即使是普通咖啡 放置一个小时后 其A质含量 也是刚泡好的咖啡的八倍以上 因此 建议喝刚泡好的 不加牛奶和糖的咖啡 此外 咖啡中含咖啡因 摄入过多的话 容易导致失眠 或者卖率不起等问题 因此 一天不要超过五杯 总结 早上喝一些现做的咖啡 早上摄入抗炎症的能量 咖啡中还有绿元酸等物质 早上就摄入这类 具有抗炎症作用的物质 可以降低一天发生炎症的风险 最强体质 连同橘白一起吃 抗炎症成分不流失 橙皮肝可以抑制体内的炎症 冬天的代表性水果就是橘子 橘子以维生素C含量丰富而为人熟知 橘子的果囊里面有白色金状物 如果吃的时候将其丢掉 是一种浪费 这是因为金状物中富含橙皮肝 这种十分宝贵的成分 橙皮肝是中药中经常用到的 橙皮的主要成分 欧洲的药物中也会使用这种成分 大家知道橙皮肝的抗氧化能力强 可以强化毛细血管 并改善血流 降低LDL值 近来 橙皮肝的抗炎症作用 也受到了关注 其在抑制体内炎症 预防炎症引发的各类疾病方面的作用 也备受期待 橘子中有一种橙色的色素 叫β隐黄痣 对日本橘子产地之一 靖岗县宾松市三日艇的居民 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经常吃橘子血液中β隐黄痣浓度高的人 各类疾病的发病风险明显降低 包括因饮酒引发的肝功能损害 因高血糖引发的肝功能损害 动脉硬化 因糖尿病导致的胰岛素抵抗性 胰岛素功能低下 以及女性必经后的骨质疏松症等 橘皮内侧白色部分富含β隐黄痣 吃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但尽量不要将其扔掉 应将其和果肉一起食用 总结 吃橘子时应该将带有白色金状物的内皮 一起食用 白色金状物含有有效成分 白色金状物和橘皮的内侧含有丰富的橙皮肝 由于内皮也有 所以应该连同内皮一起食用 最强体质 青鱼的脂肪可以预防心肌梗死 阿尔斯海默病等各种疾病 EPA DHA可以强力预防体内炎症 青鱼指整个大类大量的脂肪成分中含有 EPA 20碳5细酸 DHA 22碳6细酸 这两种成分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 因而备受关注 脂肪的成分正确来说是脂肪酸 脂肪酸是构成脂肪的物质 人体无法合成的脂肪酸叫做必须脂肪酸 EPA和DHA就属于这类 正因为叫做必须脂肪酸 所以必须从食品中充分摄取 多吃青鱼就可以让EPA和DHA在体内发挥抑制炎症的作用 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效果 DHA具有促进大脑活性的效果 这一点大家比较熟知 而最近研究报告指出 EPA则有抑制奥尔茨海默病的作用 要想大脑的能量充足 那么就多补充一些EPA吧 日本人健康的心脏和长寿得益于轻鱼的恩赐 心肌梗死是一种由血栓引起的疾病 日本人心肌梗死的发病率要远远低于欧美人 日本人经常吃鱼 从而摄取了EPA和DHA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这点毋庸置疑 也有相关说法认为 日本人长寿就是因为经常吃鱼的缘故 意大利也是一个人民经济神豪且长寿人群多的国家 而且意大利也有鱼类摄入量多的地区 其中鱼类摄取尤其多的南部地区 因其长寿者更多而受到关注 EPA和DHA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 多吃一些富含EPA和DHA的青鱼 能抑制体内炎症 而且还能预防动脉硬化 引起的心肌梗死 阿尔斯海默病等疾病 理想的吃法是刺身 要想抑制炎症 从而预防各类疾病的发生 就应该积极摄入一些富含EPA和DHA的青鱼 竹 鱼 秋刀鱼等青鱼 一天的鱼肉摄入量应该在50克以上 盐烤秋刀鱼一条大约120克 盐烤青鱼一条有100克左右 因此一天吃一条秋刀鱼或青鱼即可 最为理想的吃法是刺身 因为一旦烧烤后 鱼肉中不仅富含EPA和DHA的脂肪会脱落 而且H值还会升高 应激鱼类脂肪中的EPA和DHA含量会变多 让我们通过吃四身来充分摄取青鱼的营养吧 吃青鱼罐头也能摄取这两种有益成分 我推荐大家可以尝试青鱼水煮罐头 因为只是经过短暂的烹煮 其中H量很低 更没有加什么调味料 所以不用担心盐分摄入过多 此外 营养摄入到了汤汁中 因此建议连汤一起食用 当然 也推荐加入一点沙拉调料或者胃增 由于胃增煮和甘露煮等罐头类食品 糖分含量太多 尽量避免摄入 总结 以刺身或罐头的方式 可以充分摄取青鱼的营养 EPA和DHA的巧妙摄入法 一 吃刺身 生吃的话 EPA和DHA就可以全部摄入人体 因此 可以直接吃刺身 或者吃半了橄榄油的生牛肉片 二 整个都吃 如果是小鱼的话 可以连头吃下 这样 不用说 EPA和DHA 就连丰富的维生素D和钙吸收 也会大大提高 三 罐头的话 连汤汁一起吃 罐头汁里 有来自各类素材的营养 吃的时候 可以加点色拉调料 或者胃增连汤带肉一起吃 最强体质 要想预防疾病 不妨吃生姜 加热之后 抗氧化作用增强 从古时候开始 生姜不仅作为调料在使用 而且还被用于驱寒 健胃的中药之中 生姜中含有丰富的姜辣素 该成分具有很好的抗炎症作用 对抑制慢性炎症有效 当我们体内产生前列腺素 这种物质的时候 就会出现炎症 疼痛等症状 而姜辣素可以阻碍前列腺素的合成 从而达到预防炎症的效果 当生姜被加热或者干燥之后 将辣素的一部分变成姜吸粉 姜吸粉对于糖化具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因而抗衰老效果很好 如果你想获得抗炎症作用 那么既可以将生姜捣烂生吃 或者切薄放入豆腐中 也可以将其作为次身的配菜使用 生姜被捣碎后很容易氧化 并损坏营养成分 因此建议在食用之前再捣 如果你在意老化 或者想要获得生姜中的抗糖化能力 那么可以将其加热或者干燥后食用 不过经过长时间高温加热后 生姜中会产生其他成分 因此加热时间应该短点 总结将刚刚捣碎的生姜作为配菜 生姜加热后成分会发生变化 生姜中的姜辣素含量丰富 加热之后会产生大量浆吸粉 不过加热时间太长成分会遭到破坏 因此需要注意 最强体质 吃咔嚓感的甜点容易引发炎症 反噬脂肪酸会增加患心肌梗死 和糖尿病的风险 在做日式烧果子或者面包等轻食品时 会使用起酥油 起酥油名字源于具有咔嚓感 酥脆感的shorten这个词 它是以植物油为原料 通过氢化技术加工生产出来 氢化是在食品加工的时候 在常温下将液体的油制成固体 或者半固体的一种加工技术 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反噬脂肪酸 人造黄油 食用涂脂 奶精等物质中就含有反噬脂肪酸 反噬脂肪酸摄入过多 血液中的LDL就会升高 HDL就会降低 从而使得血管容易发炎 其结果就是增加了患心肌梗死 或者糖尿病的风险 美国禁止使用含反噬脂肪酸的油类 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也采取了相应的制度 不过日本目前还没有相关规定 也许是日本人的饮食中 脂肪的摄入量不太多 因此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的缘故吧 最近已经研发出了反噬脂肪酸较少的 起酥油 人造黄油 但是其中所含反噬脂肪酸的具体含量 仍然难以确认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要食用 带有人造黄油 食用涂脂 奶精等成分的食品 在购买相关食品的时候 要注意用料 控制人造黄油 食用涂脂 奶精等含反噬脂肪酸的物质的摄入 总结 少吃咔嚓口感的甜点 并减少人造黄油的摄入 很多时候 反噬脂肪酸是酥脆口感的来源 由植物油加工而成的起酥油 人造黄油之中含有诱发炎症的反噬脂肪酸 最强体质 在咖喱中多放香料 有助脑健康 姜黄素可以预防大脑的炎症 咖喱的主要原料是姜黄 印度传统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 将其作为具有药效成分的香料使用 姜黄的鲜黄色是由姜黄素这种色素成分导致的 姜黄是一种多酚 因其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而被人熟知 而近来其良好的抗炎症作用也备受关注 盛传姜黄对阿尔茨海默病有效 对此全世界正在研究 一般认为 阿尔茨海默病是因为大脑β 淀粉样多态这种蛋白质基存所致 不过 最近研究表明 该病并非源于β 淀粉样多态本身 而是因为β 淀粉样多态的基存 会引起大脑的慢性炎症 从而有可能诱发阿尔茨海默病 对小白鼠的研究显示 给小白鼠投喂姜黄素 可以有效阻碍β 淀粉样多态的过多蓄积 大量研究报告认为 香料和香草一样 都是含有有益健康成分的食材 市场上卖的咖喱粉中 香料比较少 大家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香料 尝试做一做自己喜欢的香料咖喱 除了抗炎症效果之外 咖喱的抗氧化和抗糖化作用 也值得期待 不过咖喱可能会让人一不小心 吃入太多主食 米饭 这一点需要注意 总结 在咖喱里面多放香料 制作出能让我们拥有最强体魄的咖喱 咖喱经常被当成调料或者药物 是因为其中含有 有益人体健康的成分 让我们在家里 做出健康可口的咖喱吧 最强体质 蘑菇能预防癌症和传染病 维生素D能预防癌症和传染病 蘑菇是一种富含维生素B 1.维生素B2维生素B 6.维生素D及大量膳食纤维的优质食材 最近最受关注的就是其中的维生素D了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 血液中维生素D浓度高的人 罹患肝癌 乳腺癌 卵巢癌等各类癌症的概率比较低 而维生素D的摄取 可以使癌症的发生率降低20%以上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传染病症的预防方法 布什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 血液中维生素D的浓度和新冠肺炎传染病率有着明显关系 而血液中维生素D的浓度越高 因新冠肺炎引起的致死率就越低 维生素D之所以能够发挥预防病毒传染病的效果 大概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多吃蘑菇 摄取维生素D 维生素D可以在体内合成 人的皮肤中就有维生素D前躯体 它在受到紫外线照射后就会产生维生素D 不过紫外线也是氧化的诱因之一 需要注意 因此让我们多吃点蘑菇积极补充维生素D 其中维生素D含量尤为丰富的当属木耳 而杏鲍菇灰树花菌中维生素D的含量也很可观 此外维生素D也是促进钙吸收的必要物质 因此希望骨骼强健者应该多多摄取 蘑菇无需过度清洗 否则会因吸水而影响蘑菇口感 主要将脏了的地方用厨房用纸擦掉 将还有碎食的地方切掉即可 蘑菇饼也有丰富的营养 不要扔掉 蘑菇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D这种健康成分 蘑菇因其有良好的抗炎防癌作用而备受关注 不过近来它在抵抗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方面的价值 也受到期待 多岸可以阻止炎症诱因物质的形成 最近多岸这一物质因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而受到关注 蘑菇中的多岸含量丰富 引起炎症的直接原因是炎症性细胞活素 据了解多岸则可以阻止这一物质的合成 多岸还可以帮助人体吸收肠内营养和水分 同时具有防护功能 能够预防炎症诱因物质及变态反应源等期入体内 由于多岸有上述助力作用 尤其是在提高防护功能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才成为抑制炎症的关键力量 多岸不仅可以从蘑菇中摄取 而且还可以通过肠内的有益菌来合成 如果吃些膳食纤维或者发酵食品 使得肠道有个良好的环境 就能促进多岸的合成 从而提高人体预防慢性炎症的能力 不过这种合成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对各年龄段人群血液中多岸浓度的测量结果显示 60至80岁的人血液中多岸浓度远低于30至50岁的人 但是90至100岁及100岁以上长寿者 血液中多岸浓度却接近30至50多岁的人 由此看来 多岸似乎确实和健康长寿有着密切关系 除了蘑菇之外 多岸还广泛存在于大豆小豆纳豆乳酪之中 吃些这类食物让我们来补充因年龄增长而减少的多岸吧 总结 每天摄入蘑菇类食品 蘑菇中的多岸含量丰富 降低一切疾病的患病风险 接近最强体魄 糖减脂增减肥法 要想抑制慢性炎症 最主要的办法是防止肥胖 饮食中最应该减掉的是糖分 多吃一点脂肪 其实反而比较好 变胖之后容易引起慢性炎症 身体脂肪增加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观感问题 要知道 越胖越容易引发体内的炎症问题 最近的研究表明 脂肪细胞不仅能存储脂肪 还可以分泌被通称为脂肪因子的物质 并对身体输送指令 令人惊讶的是 身体状态不同 脂肪因子的分泌也会出现差异 一般来说标准体型会增加抑制炎症的脂肪因子 而肥胖人士则会增加引发炎症的脂肪因子 因此胖人容易出现炎症 从而更易引发各类疾病 BMI稍微超过25就需要注意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团队研究认为 肥胖不仅是各种疾病的诱因 而且还很可能缩短人的寿命 他们从1970年到2015年 对239份涉及1060万人的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 肥胖指数的BMI越高 死亡风险就越大 具体而言 BMI每上升5 死亡风险就增加49% 因呼吸疾病死亡风险增加38% 因癌症死亡风险增加19% 纵观整个死亡风险 BMI在22.5至25之间的体重正常人群的死亡风险最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BMI稍微超过25 死亡率就会升高 以前人们有说法认为 稍微丰满一点的人更为长寿 但是上述研究表明 BMI只要在25以上就得注意 至于肥胖的原因 其实最应该关注的并非是脂肪 而是糖分 从下一页开始 我们就来探讨顺利减糖 从而控制血糖值上升的方法 依中国成人体重判定标准为 BMI小于18.5为体重过低 18.5小于等于 BMI小于24.0为正常体重 BMI大于等于24.0为超重 减糖主要是早上摄入少量主食 肥胖的原因是糖 只要早上少量摄入就好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肥胖的原因是 饮食中脂肪摄入过多 但实际上导致人们发胖的主要原因是 糖分摄入过多 摄入糖分之后 血糖值会急速上升 而要想降低血糖值 身体就得分泌大量的胰岛素 胰岛素会使血液中的糖分变成脂肪 并会将用不完的糖分变成中性脂肪 存入脂肪细胞 这就是肥胖的原因 要想变瘦 每天糖分的摄取量 应控制在60克左右为宜 同时建议主食的食用 在早上进行 先吃蛋 纳豆等蛋白质 这样可以预防血糖值的快速上升 从而控制脂肪堆积 增脂就是充分摄入肉类 脂肪竟然摄入不足 实际应该吃点肉类这种健康食材 人体会将摄入过多的糖分转化成脂肪堆积起来 但是摄入的过量脂肪 却可以通过粪便排出 而不留在体内 根据2018年的调查显示 日本人平均脂肪摄入量 男性为65.99克 女性为55.5克 这种程度的摄入量 其实是有些不足的 完全可以被人体消耗 不会残留在体内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 建议多吃一点鱼类和肉类 从最近的研究结果来看 吃肉似乎能更长瘦 不过 有研究指出 牛肉会提高患大肠癌的风险 所以多吃鸡肉 鱼肉比较好 增肢药会用橄榄油 橄榄油可以抑制血糖值快速上升 是值得信赖的健康油 市场上售卖着各类有益身体的油类 但时至今日 只有橄榄油的健康效果 通过大量研究得到了证明 研究表明在面包或者面食等含糖量多的食物中 加入橄榄油 不仅可以使血糖值平稳上升 而且还能使脂肪不易堆积 此外 相关研究指出 橄榄油充足的地中海饮食 在减肥方面的效果更加明显 不过 并不是所有橄榄油都好 压榨过程中 使用了无需加热的冷压技术的橄榄油 可以放心使用 重点推荐 白葡萄酒是优质的减肥食品 喝点白葡萄酒 血糖值就不易上升 要想减肥 就不能碰酒精的说法 真是大错特错 饮用一些红酒或者蒸柳酒 反而能让人更容易地瘦下来 对饮用各类酒后 血糖值变化的调查显示 喝完啤酒血糖值会上升 但喝完等量的红酒 或者杜松子酒 血糖值几乎不会变化 也就是说 喝红酒和杜松子酒 不易使脂肪堆积 此外2004年 德国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 认为白葡萄酒的减肥效果 尤其突出 这是因为白葡萄酒富含 能够改善肠道环境的 90酸和苹果酸 从而使身体不易蓄积多余的物质 因此减肥的时候 我们不妨适量摄入白葡萄酒 不过 甜白葡萄酒的糖分含量太多 因此建议选择辣味白葡萄酒 最强体质 饮食方式的烦恼和疑问 问平时很忙 无法一天摄入30种食材怎么办 答不需要吃30种 一天吃30种食物是1985年的事了 现在还有很多人笃信这一说法 然而 当得知人们 吃了30种食材 会容易摄入过量 而导致肥胖人群增加后 厚生劳动省在2000年 就删除了这一建议 并更改为 以主食 主菜 配菜为基础 保持饮食平衡这一表述 因此 我们没有必要 每天吃30种食材 问 每天摄入的菜量 应该是多少 答 用小碗乘5碗的量就可以 厚生劳动省建议 每天摄入的蔬菜类 应该在350克以上 如果将沙拉 凉菜 煮菜等 用小碗计算 那么大概相当于5个小碗 然后分三餐食用就好 除了绿叶蔬菜之外 建议还应该吃一些蘑菇 海藻 魔芋 等其他各类食材 问 颇受追捧的白酥油和亚麻子油 对身体好吗 答 医学界还没有验证 健康的油很受追捧 超市里 也可以买到各种油类 其中 白酥油和亚麻子油中 也含有 有益人体健康的 Omega 三脂肪酸 而备受喜欢 然而 关于这些油的研究数据上少 判断依据不足 因此 南下定论 问 为了健康 就要戒酒 答 建议适量饮酒 一般人都会认为 酒对人体有害 但不含糖的烧酒 威士忌等蒸馏酒和红酒 有降低饭后血糖值上升的作用 要想减肥 喝点这种酒 反而更好 适量饮酒 快乐无忧 不过 拉面配酒会让血糖值快速上升 因此需要注意 注意 即使不喝酒的人 你要注意水果引发的脂肪肝 水果中所含的果糖和白糖不一样 可以通过肝脏转化为脂肪 适当吃水果没问题 但一口气喝入大量果汁的话 果糖就会进入人体 人体消耗不了的果糖会被转移到肝脏 形成脂肪 这是脂肪肝的诱因之一 问从营养品中摄取营养会对身体有害吗 答如果证明有效果就没关系 通过所有食物来摄入友谊身体的成分确实很难 因此对于那些饮食摄入不足的成分 我们可以从营养品中补给 营养品要细心甄选 效果已经得到验证的话就可以放心 但是营养品千万不能吃太多 问特别喜欢吃炸鸡和炸薯片 偶尔吃可以吗 答最好控制食用 炸鸡炸薯片中不仅还有大量毒性很高的过氧化脂肪 而且还有不少加速老化的edge 此外像薯片这种高温加热后的碳水化合物中 含有容易诱发癌症的丙吸纤案 都属于应该控制的成分 问食品添加剂是否都要注意 达尽量避免 世界范围内乳腺癌的患病率不断增加 法国的研究表明 吃添加剂多的食品的人 其罹患乳腺癌的概率高 目前两者的因果关系尚难证明 甚至有人认为无需担心 但是我建议尽量避开食品添加剂 问那么到底什么食物对身体好呢 达和古代几乎没有区别的食物 人体的结构是从元祖那里继承而来的程序设计 因此吃的东西和古时候没什么变化 才比较有益身体 具体而言 就是以捕获的鱼 动物肉和树上的果实为主食 尽量保持少吃糖分和加工食品的饮食习惯 问最近感到压力增加 那么心理状态和饮食方式也有关系吗 答正确的饮食可以减压 糖肺依赖是导致压力过大的重要原因 有的人一旦不摄入糖分就会感到焦虑 而且从此无法戒掉 这种情况下 如果按照本书所讲的正确饮食方法来做的话 不仅可以摆脱对糖分的依赖 还能够拥有一个抗压的好身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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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油赁 遗失与您的心体